出鸭 海洋下见 哦 说说吧 每天就只会这一句 今天我就要让你寻胖头鱼知道 谁才个海洋的王者 我看你更像是胖头鱼的皮球玩具 请不要对你同伴的实力闪出质疑 还用质疑 你的实力我还不清楚吗 等会你可看好了 看我是如何用实力教寻胖头鱼之王的 啊 好嘞 趁胖头鱼还没有给我施加挖掘疲劳 赶紧把这地方的方块给挖了 小月 哥一下来了 这下面很安全 只有一只胖头鱼之王 嗯 你下去了 这上面干嘛呢 我连呼吸门都放好了 快下来 我不要下去 下面好黑啊 那你这上面干嘛 等我先在上面造一个平台嘛 我来看看 你造这个东西到底要干什么 你这还想在海洋神殿头上盖房子 你懂什么 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安全地下去和上来 哪里安全了 现在上面成为这些胖头鱼的 锁定包装目标吗 那我愿意管 那咱们还下去不下去了 小小小 等会儿嘛 好了 东西都准备好了 嗯 走吧 等我先用牛奶把身上这个挖掘皮疗给消除了 再喝一小口也试药水 嗯 走吧 哎 我说你喝什么牛奶啊 挖掘皮疗buff这么快又给你套上了 喝牛奶美容养人不行啊 你人呢 你快回来 胖头鱼手里也在外面了 什么 从我挖的那个口子跑出去了吗 对啊 那就交给你了 我先去下面看看 哦 好险好险 差点呼吸就不够了 快来帮我 怎么了 一只胖头鱼还能买得怎么的啊 可恶我这套胖头鱼 一直怕我追不上它 笑死我了 追不上可还行 你快点吧 解决它以后你来神殿的最底下 我在这里等你 不好我呼吸条不够了 没事没事 我给你放几个木板门 你快坐进来 好像来不及了 你是什么品种的笨蛋啊 我在外面历练那么久 我第一次见到被淹死得住 好烦啊 小赛季 我就在这里等你了 你自己划床过来 都怪你 不懂人家 等你还得了啊 等你的话出事了就不是你一个人了 哼 我有一个办法 直接睡一觉 把复活点数值在这里就行了 你这是做好了平凡复活的准备了 那不然呢 快点睡觉 你能从家里把床带过来 我哪来的床啊 三有一个位 我去哪找飞烟啊 那怎么办 等会我从床上起不来了 起来不了是什么鬼 快点把我这个床打掉 什么笨蛋呢 我第一次听说 躺床上起不来的 你逗我呢 快点 好了好了 我帮你敲了 这床有问题 你不睡我睡 你自己去找张床去吧 来 你起个床给我看看 不对不对 怎么回事 我怎么也动不了了 救命 救命啊